几天不来这个竹笋都涨了好多粗笋了 但如果你要吃的话 要回去拿粗笋来挖 那你上山又不带粗笋还好意思哦 这个可以吧 帮我把这个掰了快点 快点 不好吃 我喜欢吃 都说了不好吃 我喜欢吃 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情 什么事啊 我们议事有多久了 不知道 有五个月了啊 五个月的话 你看 你就知道我家什么情况了 是不是 上卡拉 我们还是结婚吧 有谈结婚每次跟你 能不能谈点别的 你不是说三十万彩鱼吗 这个我 对啊 我给的请我准备好了 真的 对 那你同意才对啊 在哪里啊 我可以给短信给你看 但是 看了但是你要 叫你姐把那个户口饼把它寄过来 我看一下 行 真的有三十万你啊 你看看到没有 个十百千万十万 嗯 读出来干什么 哇 你有那么多钱 真的 给三十万彩鱼我吗 嗯 那车子房子呢 车子 要 办你的结婚证以后 那彩鱼呢 彩鱼也要办你结婚证才给吗 那肯定的 我才不干呢 办你结婚证才给彩鱼怎么可能嘛 肯定是先给了彩鱼 然后我们两个人再去办理结婚证 然后我们再结婚 然后我们再生宝宝 你搞错了吧 先办你的结婚证 以后给彩鱼以后再办酒席 不是 我们那里先是订婚 订婚那你婚的定了 你肯定要给彩鱼啊 给完彩鱼然后就结婚了 那行那行那行 那你就算是答应咯 那你转过来给我啊 现在就转 啊 你那个户口本我都没看到在哪里 等下我转过去 等下你明天你就去冬海 去打楼上班了 我哪里走得出 你这个大山吗 翻山夜岭的 哪有那么容易啊 我转给你 估计你今天晚上 都睡不着了 十三更半夜你都出去咯 你自己走路出去咯 你有摄像头还有两个阿狗 我怎么走得出去嘛 嗯 我有摄像头 我那个时候我睡着了 你爸妈也在家 你爸妈他们都在 他他我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东京那么大 我开门了不知道 哼晚上大半夜的 三四个大半夜我也不敢啊 我我爬不出你这个大山啊 你哪有不敢的拿着手电筒 你也许你像你都不要了 估计你就是拿着手电筒你就走了 真的给我三十万彩礼啊 对真的 对不过要三十万啊 对不过要先办理结婚证 可以吗 你们觉得有这样的吗 先办理结婚证 才给彩礼这些那肯定不可能啊 怎么可能嘛 哪有这样的啊 真的是 是我也不会同意啊 那办理结婚证 谁知道他给不给啊 哪有这样的嘛 真的是办理结婚证 我才不同意的 我们那里都是先订婚 订完婚了 然后就给彩礼钱了 给完彩礼钱 然后再办酒席啊 这些了 哪有这样的嘛 真的是一点都不那个 不干不干不行 什么啊 我真的给三十万彩礼 真的给三十万 不过要按流程 按我按我说的流程 先办理的结婚证 以后再给你 知道吧 那万一你不给了呢 万一我给你了 结婚证还没办理 然后你就去东华上班了 以后你再也不理我了 哎呀 先不要办理结婚证 万一我们两个人 到时候活不来了 活不来到时候分了 离婚多麻烦 拿那个结婚证 那到时候你财礼都不退给我 哦 我结了还退财礼给你啊 怎么可能结的结婚了 还退财礼 哪有这回事嘛 肯定没这回事啊 那比如你买个东西 你买的不好 还能退钱给你吗 不是吗 对 你说的也有道理 所以说你应该把钱转给我啊 现在就转 回去吧 回去等下就转呗 你那个户口本都没寄过来 怎么转 我叫我姐寄过来嘛 你转给我嘛 你先寄过来 寄过来我再转嘛 寄过来啊 对啊 寄过来不用结婚证也 不用把你结婚证也转了 转一半也可以啊 把你结婚证以后再转一半 这样吗 对啊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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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电话给你姐 正好 把户口本寄过来 你又不吃这个东西 我吃 这个永八块 也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的 就说叫我姐把户口本寄过来 她就同意给我15万的彩礼 然后办完结婚证了 再补那15万 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啊 毕竟她 先给了15万就是这个定金嘛 也就是 订婚的这个彩礼钱嘛 然后剩下的尾款就是后面结完结婚了 半领结婚证再给 我觉得正也合理 就只要是不知道她说的 是不是真的 如果我叫我姐把那个户口本寄过来了 我又怕她耍什么花样 你们说我到底又不要叫我姐把那个户口本寄过来啊 也不知道她在搞什么现在 我现在说真的我不想谈什么结婚 我只想创业啊 然后打螺丝啊 存点钱 然后自己买房买车 这样多好 我不用看别人脸色了 是不是 二哥你觉得我能听你爸爸的话吗